比爾是顆雪餃 比爾是顆水餃 嘿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魔物世界模組生存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跟東瓜一起探索了終界離島 那我們探索了非常多的終界城 獲得了非常多的翹翅以及龍頭 還有我們手上的這個 這個戒斧殼 這個戒斧殼其實在那一次的出征當中 我們應該只有獲得十幾顆而已吧 那這三十幾顆是我後來私底下 以及我在直播當中去另外收集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也是可以使用到這個戒斧殼 其實也不需要啦 用背包好像比較方便對不對 嘿我們的旅行者背包 其實有類似的功能 它其實跟戒斧殼是差不多的東西啦 我覺得 所以說這個戒斧殼到底有沒有用處呢 老實說好像也沒有啦 而且你們知道嗎 其實旅行者背包 比這個戒斧殼還來的有用 因為戒斧殼要放出來才能打開來 那這個旅行者背包是不用的 你在手上也可以右鍵打開 相信在直播當中我應該也蠻常使用到它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清楚它的功能 而且這個旅行者背包的空間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戒斧殼整個爛掉有沒有 那這個戒斧殼到底之後會不會用到呢 我覺得應該會拿來當建材啦 不過可能也會蠻少使用到的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也是大家敲碗已久的東西 沒有錯我們這個倖存者營地竟然沒有人 竟然只有我一個 安捏母湯好不好 安捏母湯 我們當然要找一些就是 你知道 倒霉鬼陪我們嗎 呵呵呵 這樣是對的嗎 好像不大對喔 沒有錯 所以我在私底下呢 嘿我抓了三隻村民過來喔 呵呵呵 這個是我在 好像是那個方向吧 我在那個方向找到了一個村莊 然後我就拿這個重力槍一路把它運回來了 那我一共運了三隻 因為三隻就可以達到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不行 我先去睡一下 等一下 NO NO 不要爆不要爆不要爆 不要爆 通通給我 給我死 給我死 欸死死死 欸這樣就對了 這是山羊喔 沒事 沒你的事 我差點以為那個山羊也是怪物 就把它射死了 長太像了啦 為什麼你也要黑白的 黑白有罪你知道嗎 沒有啦 那個黑白也不錯 但很像怪物啦 好不好去死啊 欸我剛才不是才說不要殺他嗎 哈哈 沒有啦 就 欸 好啦清完怪物 我們繼續來談談這三隻喔 那 欸為什麼你掉他去了 來我們先把它這樣放回來喔 那這三隻可以看到他們有名字了 這個是我特別幫他們取名的 像這隻 這個叫村椒 這個叫致命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取名叫亞當還有夏娃 因為畢竟是繁衍人類的嘛 就是最初的一代人類 那叫亞當和夏娃應該也不錯 可是我又想要取個台位十足的 所以我就取叫致命與春椒啦 呵呵呵 然後第三隻的這隻呢 就叫電燈泡 因為 對就是在情侶之間的那個 嗯 就一直 你看他很像變態 一直盯著春椒看 你 欸我不懂欸 你為什麼要一直盯著他看 他 幹嘛身材太好是不是 好啦 反正這三隻呢 基本上應該就會放在這邊 那麼說到繁衍人類呢 當然需要我們的木門啊 雖然說 現實中的人 好像沒有木門也是可以繁衍啦 但村民需要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把這個致命還有春椒 先放到這下面來喔 這裡現在原本就已經有我們這個 馬鈴薯田了嘛 所以 喔不好意思讓你摔倒 嘿那他們應該就可以來種田了 這隻應該是會種田的吧 你這是什麼 自甲屍喔 自甲屍會種田吧 會嗎 嘿那個會做盔甲的人好去種田 應該也是蠻合理的一件事情嘛對不對 OK啦 看來村椒對於我這個 你知道 有他同伴的臉的背包 好像很感興趣 放心啦不是你朋友私底做的啦 來吧我們來去拿一些木門 這一次影片如果你還沒按讚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好啦我這邊放了一些木門 還記得其實之前我們這個哨塔 在這兩邊應該都有開洞 然後有放上梯子 這樣方便我們上下嘛 但我發現村民會走那個路 所以我就把它封起來了 再來是這上面之後 我應該都會就是拿來放這個木門喔 我們就這樣放在中間 欸這個位置不行 我不喜歡 I don't like gay I don't like gay 欸 我剛剛也 欸 等等喔 我放下一個門 然後原子分解機下去 欸 哈哈哈哈 這個跟我們之前在建那個實驗室一樣欸 可以 複製門是不是 這是哪一個模組的bug啦 到底是哪一個模組啦 為什麼會一直可以複製門啊 什麼門都可以複製是不是 好 算了 那我們放八張吧 八張門 八扇門 好 我們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樣放 應該這裡都會是有效門的 那這裡應該就被視為一個村莊了 底下那個 他們那個自米和村郊 吃飽喝足 他們應該就會開始啪啪啪了啦 欸為什麼你不會運作了 沒電了是不是 各位剛剛發生了一個慘況 就是我剛才在研究這個門 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沒有運作的時候呢 我不小心往地板上 用這個原子分解機挖了一下 然後 它現在是那個 處在一個自動連鎖挖礦的狀態下 所以底下被我挖出一個大坑 哈哈哈 夭壽喔 很麻煩欸 我幹嘛 拿這個來挖啦 真是的 那我剛才有發現啦 就是我們旁邊這裡少了一顆啦 那我還有發現這個 這個是鵝卵石的鹿 然後 喔對我剛剛又補起來了 這個鵝卵石的鹿 底下又連接了一個這個鹿 這個應該是殭屍用的啦 然後拿螢光石就隨便鋪了一下 應該是不會生怪了 我有點懶的全部補起來 那就先暫時這樣啦 那我們 這個我們等等再弄好不好 我有點懶 哈哈哈 好這底下這個大顆 我們改天再說啦 那個我等等再說 我現在有點懶我不想弄啦 好啦反正他們這個 知名和春嬌 應該吃飽喝足之後啊 他們應該就會覺得 欸 舒爽啊 啪啪啪的 欸 蛋餒 春嬌咧 春嬌 春嬌在這裡看豬豬啦 喔 想說春嬌怎麼這麼快就死了是不是 哈哈 死太快了吧 好啦那 切認完我們的知名還有春嬌 就是他們 非常的安全有沒有 安全的看豬豬啦 那我們應該也要來就是 保障一下他們之後的安全嘛 那如果我們這裡面之後生出什麼殭屍 或者是像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欸 從地底上跑出殭屍來 喔 這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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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守衛 保障他們的安全 所以我決定 等一下我的聲音怎麼 好啦 反正 我們要來召喚一些那個鐵巨人的守衛 這個鐵巨人應該是我想到就是 除了炮塔以外算是也比較強的一個生物了吧 可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啦 欸 招兵買一買有沒有 你看他血量這麼厚 算說有些殭屍好像比他強啊 哈哈 不過如果有多隻的鐵巨人應該是沒問題的喔 那我們這邊一共有拿了五顆的南瓜頭 我們就召喚五隻來吧 雖然說村民如果人數到達一定的數量 他們也是會生鐵巨人的 就是這個村莊會自動生成嘛 不過我是覺得啦 欸 在那之前我們還是先自己弄一下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喔 其實我們這樣召喚完這個鐵巨人 之後應該也不大會有什麼生命危險了啦 照理來說 五隻鐵巨人都可以 轟掉那個雕靈王了吧 那殭屍應該也是可以被秒掉的 我是說應該啦 我也不知道 這個系列是真的有點兇殘啦 好啦 那我們來給那個自民還有村雕齁 準備一些食物啦 他們準備好啪啪啪啪啦 好啦我們這邊準備好了兩組的麵包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在對戰一些殭屍的時候 他們都常常掉漏這個麵包 我都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家裡還真的蠻多這種東西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自己也沒有要吃嘛 那給村民吧 我記得家裡好像也蠻多 胡蘿蔔還有馬鈴薯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丟給他 這樣子的話 吃起來 嘿 這樣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春椒 春椒 春椒 嘿 春椒 嘿 人咧 你是不是很喜歡玩躲毛毛啊你 好啦我們這個麵包也丟給春椒之後呢 我去拿一下重力槍 來來來來來 那個自民喔 那個春椒需要你的愛輔 來 有人看你們不敢是不是 好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啦 好啦那我們先不要看他們 他們會害羞啦 再來就是我們要來弄一下他們那個睡覺的地方啦 那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 我們可以拿這個旅行者背包 我們還可以順便當那個收納空間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拿這個旅行者背包像這樣 然後鋪一個這樣的睡袋 這樣子的話應該也蠻符合一個什麼 倖存者營地的感覺吧 倖存者營地怎麼可以有床 不行 我們要艱辛好不好 那艱辛痛苦你才能感受到是那種 倖存者那種非常絕望的感覺好不好 嘿所以我這邊準備了很多這個啦 那我這邊準備了另外三個這個村民的旅行者背包 以及三個這個鐵巨人的背包 那鐵巨人的背包呢是在 村莊的箱子裡有機會開到 那其實我還有更多啦 不過我想說先放這幾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村民的臉的這個背包 是跟他們交易獲得的 那我們這樣一個一個把它鋪開來的話 就會長這個樣子 很可惜這個沒辦法染色啦 這個睡袋是沒辦法染色的很可惜 那我們先這樣子吧 然後我們把它給敲掉 這裡的話我想要蓋一個有點像帳篷的感覺 來來來來來來 這邊我準備了這個 欸這個叫木柵欄啦 木柵欄這樣鋪上來 欸它把它視為方塊是不是 它還有那個連接點欸 好我們把這個 哇 啊取消連鎖 欸按捏 那個連鎖發抗真的會坑人耶 我已經被它不知道坑了幾次有夠煩的啦 好我們這樣子往上鋪個兩格 然後放上我們這個羊毛 這個羊毛呢我準備了兩種顏色 白色還有這個淺灰色 那個燈籠就掉了 好我們先這樣把這個羊毛可以放上去 然後這樣子往上一格 然後再過來 嘿這是我一直很喜歡蓋的一個帳篷的形式喔 那我們再這樣延伸過來 就能夠遮個風避個雨 這樣應該就OK了啦 就倖存者營地嘛 不能太好好不好 不能太好 有沒有這樣連接過來 好像不錯欸齁 好啦我們來去看看我們那個 知名他的春宵感情 欸你們感情不好是不是 趕快啦你們 人類的未來交給你們欸 你們在那邊 好冷戰喔 欸 這樣不行啦 趕快啦 快點啦 吃飽喝足不是就應該那個了嗎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就對了 欸欸欸欸欸欸 欸 你跑什麼 欸有有有有 喔 知名不喜歡他 喔 欸 知名啦 欸有女孩子喜歡你 你知道嗎 這世界上有多少單身狗 沒有人愛 你還這麼抗拒他 欸 對對對 接受他 Fuck 對啦你們不生小孩 我這集不能結束 欸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對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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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對對 傳回去 傳回去 欸你們不怕我今天這集不能結束 欸 有啦 小朋友出來了啦 好啦經過了一段時間呢 終於生出了這個小村民喔 那之後應該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無限村莊的機制嘛 就是上面那一個 那照理來說 應該這裡就會一直在生村民 這個看他們兩個感情好不好啦 如果他們夫妻倆喔 感情不好可能就生的比較慢啦 這隻到底會不會種田老實說不知道欸 欸知名是男人就要努力啊 工作 工作不要看我 工作 努力 乾杯 對 對 乾杯 種田 有 你 to be fame 好啦 清菜啦 反正如果他不生的話 我就盡量刷出一個那個農夫村民啦 或者是我在村莊去抓一個農夫村民過來種田 應該也是OK的啦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大家可以訂閱我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G或者是Twitter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群組一起來聊天喔 最近Disco群有做一個升級喔 有興趣記得來看看啦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